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月儿的频道 我们平时绘图难免会遇到一些画质不清晰的 导致我们的一个视频播放量低 那么今天的小月儿就给大家推荐四款 增强画质,一键去背景的AI工具 希望对大家以后做视频有所帮助 我们首先第一款来到这个二的一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软件使用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新手朋友们 我们打开的话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所有的一个链接地址 小月儿会贴在我们一个描述栏 这个R它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面部修复 第二个是人体消光 第三个是动画增强 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图片它都是模糊的 那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这个 如果我们不需要给它进一个面部修复的话 你们能看清吗 看不清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样一看 整个图片的一个体验感 整个图片的一个清晰度立马就出来了 那这上面也是有版本的 大家可以看有V1版的 还有1.2版的 我们都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感觉 还是这个1.3版的更清晰 看一下 同样它的更新换代 已经到了第1.3版了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图片来看一下 我们原来的原图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面部非常的不清晰 但是经过我们的一个处理 效果非常的棒 那接下来讲到我们一个人体消光 人体消光 我们看一下 简单的说呢 它就是去除背景 一键去背景 现在去除背景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这里随便上传一张图片看一下 这后面是绿色的树 我们拉过来看一下 整个就抠好了 直接给你一键去背景 这个背景是抠得非常的干净 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动画增强 相信我们很多人在做一些动画视频 那么我们的画质清晰就非常的重要 把大家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图片瞬间就清晰了 看一下它原本是这样子的 整个轮廓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边是改善后的 这边是没有改善的原图 把一个对比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眼睛就亮了 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目前呢 这个R呢 一些面部修复啊 包括动画增强这些效果呢 是还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我们这边如果你的图片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原图 来看一下这个脸部 瞬间就明亮了 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这个图片呢 处理好了之后 这里直接点击一个下载就OK 非常的方便 那这是推荐的第一款 增强画质去背景的一个AI软件 那来到我们的第二款 那么这款软件呢 它的名字叫MyLifeScent 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了解这么一款 增强画质的一个AI软件 真的是感觉像是一个魔法棒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瞬间的让我们一个图片清晰 它呢是经过了一个先进的AI技术 可以发现一个高分辨率 不仅高档增强 还可以在你自己的一个提示和参数的指导下 产生一个幻觉啊 并重新想象尽可能多的细节 那什么意思呢 就说在我们给它一个原图 它还可能给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一个细节出来 那么我们就从这下面这张图片就能看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非常复杂的一张图片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猫的眼睛几乎都是非常模糊的 包括这里看一下这个人的一个眼睛 有一个眼睛直接都是白色的啊 这个瑕疵真的太多了 那经过我们的一个处理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一下这个猫 首先我们先观察这一只猫 它的纹路清晰了 身上的纹路 马上到我们的一个小男孩了 大家注意看 很明显的他的眼睛 我们再看一下 恢复了他的一个眼睛 真的太神奇了 真的像魔法棒一样 瞬间呢这个画质就清晰了 增强画质的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放大后的一个效果 首先这一只猫是非常模糊的 整个猫突然一下就清晰了 那再来看我们这里一盆植物 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再看这一盆有点像多肉一样的 简直看不清它是个什么 看一下这个 用了这个增强的效果之后 再看这个小男孩 他的问题是最明显的 一个眼睛都已经被 眼睛都不知道变形成什么样了 但是经过这个一看 瞬间这个小男孩的一个脸就能看清楚了 他除了一些动画的话 对一些各种插图 就像这样的风景图 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这个是使用后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使用前了 瞬间就清晰了 还有一些建筑物 一些复杂的一些画面 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高清的一个效果 拿这样一幅画面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没有使用增强的效果 看一下我们见证一下奇迹 我们在这个数目完全是看不清的 它真的会有改变 原本这里是没有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改善之后 嘴也变得清晰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还有一个人物也是一样 在处理人物的时候呢 也是效果非常的好 可以给到我们一个高清的一个图像 那么这款APP呢 小悦也就不再细说了 它虽然是好用 但是呢 它不能免费试用 我们如果说想要用到这个软件的话 我们必须先登录一下 那么在这里 你可以用你的谷歌邮箱来登录 这里点击一个同意 用我们的一个谷歌邮箱登录 那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 它的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订阅情况 我们这个基础的话是39块钱 那么我们这个基础的话是39美金 中间点的99 高级一点的 那就是299 所以想要画质更清晰的话 大家可以自行考虑啊 需要一个 需要用哪一个 需要用哪一个计划 那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三款 那么来到我们的第三款APP 那这款APP的话 同样也是有好几个功能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一键去背景 我这边给大家上传一张图片看一下 我们还是用这个老爷爷来举例 大家可以看到 他正在处理我们的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背景他直接把我们去除了 恢复一下我们的原图 大家看原图是这样子的 直接去除背景 在这里呢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啊 这里有个添加背景 我们可以添加他的一个背景 可以让他变成白色 可以改变他的颜色 背景的颜色 这里面有背景供我们选择啊 直接选里面的背景就可以 那么在这里呢小月教大家用的第二款工具 在这里一个插 插除 这里有个笔 魔法笔 比如说这下面有一个 在这里有一个logo 我们要把它去除 我们就点到这里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logo是不见的啊 这个呢只是针对我们的一个白色背景 如果说我们有颜色的背景的话 这里呢它是会把其他的颜色也同样抹去 那么这款工具呢主要呢是一个去除背景 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收费情况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 首先我们也可以免费用 免费用 可以有50次的免费预览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订阅计划啊 1块5 这里6块9啊 这个价格呢是相当优惠的啊 比较适合我们的一个新手朋友们 那再来看我们的第4款画质增强的一个APP 它的名字叫upscale 同样呢它也是有一个增强图像的一个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圆图是这样子的 使用了之后呢它是这样子的 目前呢这款APP呢它也是可以免费试用的 在这里你看我们还还要选定一些后补名单成员 我们可以免费加入测试后补名单 填写一下你的一个消息 下载这个软件啊下载这样一个APP 可以根据你的一个你是手机还是苹果哈还是一个电脑 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下载把它下载到一个啊 在这里呢看到了啊 这里是2.95版本 我们下载最新的一个版本2.95 直接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或者我们的手机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样一款画质增强的APP 那这款APP的话它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个功能 更多的一个选项啊 大家可以自行下载 再使用 那今天呢小鱼儿呢推荐的这几款AI工具呢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对我们的一个做视频呢 绘图的一些朋友有所帮助 如果说你还有更好的一个 AI增强画质或者一键去背景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对应该进行一宝